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他露面露得很特别 他其实是八月份之后 七月份过后之后 他就去了北戴河 到八月份之后 八月十九号是他第一次露面 我看据说新华文汇报那么报 我没工夫查他那个 主要的新闻是在香港 我们主要新闻在香港 结果那天前天 当他去了这个 我们说了一个戏说 这个推背图43图 这是细说了 后来其实我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 这是朋友留言之后 我才想到 才去看 才觉得很特别 但是呢 边说边想 我边说边想边讲边说 说的没有那么全 但是很显然 在随着时间流失呢 时间是个神的流失的概念下 时间是个神就是定数 我们的出生跟我们的 跟每一个人的忌日 每一个人的生日 每一个长辈的忌日 他不就是定数 黄泉路上无老少 不就是定数 定数没什么可讲 定数就是时辰道了 就就就是那么回事了 定数 是超过了女娃的神 定下来的 那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是有使命来的 不是随便生 不是随便死的 大家能理解到这一点 就能理解到自己的珍贵 女娃造了人 但女娃却改变不了 昼王的死期 改变不了商朝的死期 对吧 这个他改变不了 他想让她早死 想延长一天 都做不到的 但人是女娃造的 所以定数高过女娃 我们的每一个人生命 你能体会到 自己灵魂的珍贵吗 今天的事情 就是灵与肉 共产党是肉 与肉衍生出来的一切 那面对着共产党的恶与肉 我们从跟他对应着走 就是完全对立着来 我们就是灵魂的 我们就是永生的 我们是灵魂的 我们是永生的 我们现在人的肉身的过程 只是一个生命的过程 那朋友说 那云中子会怎么样 云中子给了昼王一个松树枝 昼王再伟大 他是个人 人就在最物质化的迷惑中 这是个谜 所以昼王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进行选择 但他能不能选择 可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云中子可以抬手杀掉狐狸 但他不敢杀 因为女娃派了狐狸来 所以云中子只不过去表达 再展现自己生命的境界 和劝人向善 有期节目其实我讲的不同 我跟大家分享了不同的其中的含义 他劝人向善 但人可以透过自己的手 去做决定 因为人在谜中 个人从自己师父的教诲中 体悟出来的道理 完全是体悟出来的道理 所以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昨天跟大家说说 已经这个 19号20号 两天的事情 习近平把自己定格了 死了 共产党也死了 他也完了 但是要汇总内容挺多的 我今天这期节目 就要把这个事尽我最大可能 跟大家再完美一把 我们就从推背图 细说推背图说起 细说是我上次说完推背图 我跟大家说 我忘了这几个点 君非君 臣非臣 使南威 使奸威 中克令 完全讲了今天的香港 这是习近平 这是林郑月娥 两个人的手法是一样的 习近平俩眼盯着林郑月娥 林郑月娥不敢走压 所以路透社记者问他 你有没有自主权 你有没有自主的决定权撤回送中 他没有 他盯着他 今天我们说这个话 是因为他现在再撤回送中 已经没用了 共产党 共产党死了 习近平会不会死呢 我不知道 但我们知道这是个定数 这是个定数 就差一个 现在就等着死着一个呢 舍打七寸头 这是 这就讲了君非君 臣非臣 这句话 君非君 他们两个都是君 他们两个都不是君 习近平是君 但一国两制之下 他不是香港的特首 他不是香港的君 但也就是说 他是不是臣 他肯定不是香港特首的臣子 君非君 臣非臣 林郑月娥 林郑月娥是香港特首 是君 但他又不是君 他没有决定权 所以他又是臣 但他是不是臣呢 他又是香港特首 一国两制之下 他本来是君 君非君 臣非臣 史兼威 史对应的中 开始的史对应的中 习近平的方德史中 不开玩笑的 习近平的方德史中 一切 今天习近平的一切 都逃不出他这句话 我相信朋友能理解了 已经终结了 其实如果我破解的 如果我说的 没有任何人告诉我 这个 这个纯粹是我自己 跟大家聊天 纯 纯粹粹 没有 天地良心 天地良心 你可别说 这如何如何 没有 完全是我个人体悟 完全是我个人体悟 所以他对着是终 终结的终 尖 是尖 现在的尖难 对不对 现在的尖难 克 会克掉尖 这是结果 这是现在 这是结果 我为什么现在说 我认为觉得可以说 就是我能够理解到 说我可不是之前想到的 我是一天变一个样 咱说一天 林郑月娥不说出 送中已死这个词 寿中正寝是另外一回事 是过程 已死是一个点 没了 他说不出这个话 我也理解不了这一点 习近平不被叫出 总书记万岁 我也理解不了 这话咱就说这 所以艰难是艰难 危险已经过去了 危险就是 就是六四在香港重演 对不对 所以这是现在 现在在终结 在终结 克定克服 危险没了 这儿有四个点 四十三项 在网上流传的很多图 都把这四个点给撤掉了 都把这四个点 很多都给删掉了 我在有期节目中说 我说这四个点应该在 我跟大家讲过最初的想法 我最初的想法 我认为 这个四个点呢 是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着这个 呃 王沪宁似的 因为对着他们 代表王沪宁 代表了一种附体式的概念 这是我 我跟你讲 我最初的想法 怎么演变过来的 那后来呢 我昨天在另外节目中提到 叫胸无点墨 这是讲的习近平 胸无点墨 林郑月娥也胸无点墨 没错吧 这是我们当时的 这是我 昨天晚上在另外一个 radio的一个 呃 节目中 我是这么说的 胸无点墨 呃 到今天早晨 我在做今日点击的时候 还是胸无点墨 在我做完今日点击 从studio回来的时候 拍摄 从那个studio拍摄回来的时候 有一个东西困扰着我 一个大点 一个小点 大点 中点 两个点 这是让我相当困扰的 啊 相当困扰的 哎 它到底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叫一个大点 一个中点 两个小点呢 啊 我就后来就脑子里出的概念 就是它是透视来的 因为这是一前一后 他们两个人一前一后 它什么叫透视来的 是透视的图表 远近的概念 在我跟大家就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 这是指着香港有可能 我相信香港不是 不是只有一个香港岛 应该周边有一些小岛吧 我没有细掺过 香港肯定不是孤立的一个香港岛 任何一个小嘎嘞都没了 这应该指的是香港岛 就是香港的地界 有可能 咱们都是猜着玩 啊 咱们都是猜 配图 时间呢 我就跟大家多说了 下面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变 黑兔走入青龙穴 黑 今天是黑衣人 是抗疫的人 兔是香港岛 黑同样代表水 所以这是黑图 是今天的香港 走入青龙穴 今天的习近平和共产党 不用再重复了 左青龙右白虎 2014年的香港200多年的古庙的 左旗杆 叫做定海神针 定海针 蛇了 而那个古庙是200多年 早于 这个英国占领香港 英国在占领香港的时候 它是个渔村 那个庙是当年的香港渔民 每次出海时 必到那上乡 求得保护的地方 青龙 所以今天是回 是这个始终的中 是2014年起始 在冲着习近平去 2019年结束 欲进不进不可说 这句话比较高 进是终结的意思 结束的意思 欲进不进 那谁都想把这事了 但它了不了 结束终结没有了 不可说 不可说 说不了 推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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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说 为什么 它的因缘 结果来自于 更高的地方 女娲 想教训 咒 到那去了 被阴交阴红的 红光挡住 不可说 不可说 结束不了 应对了今天 如果在我眼睛里说 在今天的过程中 进入了未来佛 弥勒的年代 那当年 在写推背图的人 它只不过是在 释迦摩尼佛 现代佛的影响下 而现在将 已经走入 这件事情 是结束在 未来佛的背景之下 他没资格说 他知道也不能说 何况他未必知道 所以 欲进不进 不可说 唯有外边 根数上 三十年中 子孙节 八九六四的 学生 今天的学生 是八九六四年代 被迫害的 所有那些 死去的冤痕 回来找 共产党 结账 2月19号 习近平去了 墨高窟 对吧 他为什么去墨高窟 没人 没人解释清楚 他去墨高窟 后来有个朋友 留言说 涛哥墨高窟 里面有个壁画 壁画呢 里面讲了 是从 这个河北的正顶 到五台山 河北的正顶 到五台山 有两条 两条路 沿途大概 200多公里 200多里地的 整个那种风景 民风 世俗的民风的故事 那这有点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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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像 这个 清河 叫什么 清明上河图 是那意思 但在 北 在这个 墨高窟呢 他产生的时间 找过了清 清明上河图 他图的意思 是那个意思 是墨高窟里面 最大的 壁画 最大的 这个窟洞里面 第61窟洞 61号窟洞 你看 六加一啊 得气啊 香港死了六个 香港实际死了五个 我查过 香港死了五个 网上有传 那个说法是不对的 香港人自己 列出来的 整个事情的 死亡的人的记录 所以李鹏是第六个 谁是第七个啊 墨高窟里面 第 他的真正的背景的故事 他去的目的 是拜 菩萨 去回扣了他当年 在正定县当时的 他的佛缘 在我眼睛里是这个 我讲的快一点 跟大家说这故事吧 为什么这么说 这是他后来 应该是成为总书记之后 回到了正定 这是那个正定的老和尚 还活着 禅宗的 禅宗有六大门派 最大的门派 林济 应该叫林济 林济门派 那正定的林济寺 是禅宗 林济派的起源 而其他五个宗派 都没了 他是1983年 1982年是1983年到1985年 在正定任县委书记 习近平的起家 起家于正定 习近平起家于正定 那他在 再去墨高窟的过程中 里面就把林济寺 给喊里头了 这些都是完全有关联的 所以我只是跟大家介绍 这是前后故事的来源 解释为什么他去了 他去了这个 在这个时间点上 他去了这个 墨高窟什么意思 对不对 是这个 文书菩萨 从这儿说 这个故事多了 我们只是借着说 在这个今年一月份 一月份的时候 说敦煌石窟 搬到了石家庄 里面包括了正定 这都是网上 谁都可以查到资料 两千公里外的敦煌 怎么会跟石家庄有关 这里展现着五台山的图 展示了正定的古庙 这是现在你可以看到的文章 敦煌不在遥远 走进河北 这是一个假 这是应该是个假的 我怀疑是个假的 就是一个仿制品 墨高窟第六十一窟五代 是五代年间画出来的 里面墨高窟最大的佛教史记画 描绘的是从山西太原 途经五台山 到河北郑州 今天的正定 方圆二百五十公里的 方圆 对不起 方圆二百五十公里的故事 应该是这样 讲的是这幅画 第六十一窟 开凿于五代 元代重修 里面在讲述了整个故事的过程 里面讲的都是叫女供养人 里面其实他提到了文书 主要是跟文书菩萨有关 这个窟又被称为文书菩萨 叫文书堂 为文书菩萨而修 文书菩萨是无穷的智慧 他的道场是山西的五台山 他的道场是山西的五台山 然后这就主要是讲这个过程了 而整幅画描绘的是从山西太原 途经五台山到河北的郑州 郑定县 当时的地理形势 不忘初心方德始终 是从华严经里出来的 华严经是文书菩萨 我打住 就是你在过程上查 文书菩萨 郑定五台山 有看到很多这些东西了 五台山是四大名山之一 那里面讲什么 都是说从这个正定 林济寺开始起乡 林济寺其实是禅宗的 那他现在就这样了 这里面提到了一行三昧 文书菩萨的经典 五台山的概念 而这里讲的三昧 就是正定 就是正定 而华严经里 记载了 文书菩萨当时的故事 里面同样有着 山西太原 经五台山 到河北的正定 讲述这番 这是他习近平的目的 为什么到 为什么到敦煌去 莫高窟去 那有他自己的想法 肯定是有他自己的想法 而他所讲的故事的 其中呢 可能他就想去看看 文书菩萨跟当时正定县 他们之间的关系 对吧 五台山 而他用的 不忘初心 方德始终 是从华严经里出来 这个我们早都讲过 在我眼睛里是什么 他去了却了这件事情的 就是你可以讲叫 了去了佛园 这是一个 他以为是件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在我眼睛里 他是完了 完全完了 结束了 这是方德始终的终 为什么讲结束了 不开玩笑 为什么讲结束了 下了 也是下了点功夫 下了点功夫 也没这么下功夫 昨天晚上做完那期节目之后 昨天下午做完 我想这事到底 这事怎么对上 2019年 中共建党98年 98我们早跟大家说过 14个7 14个7 就是三个7 14本身 就是两个7 所以14个7 7对7 往上叠加的 给我的感觉就是 就是 就是 就跌倒了 为了 98 这是大数 对吧 这个 这个是这么来的 中共建 中共建党来的 那 他是 他是 8月19号去的 墨高窟 做的这件事情 2019年5月13号 习近平主持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我们一走一过就完了 我节目中跟大家说过 5月4号 川普发出推文 要把2000亿中国进口产品 从10%加到25%的关税 是那天推文里说的 九天之后 习近平 后来他涨 涨 加税 加 往是7号 是8号 加的税 然后 习近平在5月13号 一早 召开了 政治局会议 对不对 要跟川普死磕 那当天的晚上 对等的这个 对等的惩罚性关税 他也出来了 而我是在 5月4号的节目中说 你大家要看 5月13 6月10号 7月20号 我不做重复 5月13号 他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而5月13号 我们说的 这三个日子 跟法令公直接相关 而5月13号 算到 8月19号 他去莫高窟 98天 不开玩笑 98天 当我一 当我算这数了 我都有点傻了 所以我说 这个事结了 现在完全是在终止的过程中 重复的话 咱都不说了 因为我节目看多 咱讲多了 林郑月娥 5月13号出生 完全是对应的 朋友你可以解 你说为什么 数字跟时间 永远是定数 你能看明白 你能看明白 一切眼前发生的事情 只是个过程 林郑月娥 5月13号出生 这是我们看到 这是我们看到 在5月13号 这个点上 我看到的故事 对吧 然后他就 用这个 总书记万岁 这是我们昨天说的 总书记万岁 我昨天呢 还没摸准 他到底去的是哪 这会是苹果日报 等等 他叫官名胜 登长城 记先列 看马场 看了马场 看了马场 他要不看马场还好 他看了马场 这肯定是新华社报 民众对他山呼万岁 我们讲过 他自己官方解读 弘扬历史 保护生态 这都是假的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习近平西巡 没像以偿 是隔天报 而是即时报道的 上个月31号 审引后首度公开露面 我不认为 这时候 七年前问他叫神隐 2012年 现在就不能叫神隐了 现在不能叫神隐 所以他躲开了18天 19号露面 北戴河会议 19号下午到了墨高窟 然后 第二天 20号 8月20号 28 他先去登下了 天下第一雄官 西边的起点 嘉与官 习近平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祖国 总书 那么讲的是 祖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总书记好 总书记万岁 这是当时的口号 那个地方是嘉与官 你可以看我昨天的节目 我昨天 昨天节目说了 我这个地方是应该旅游的地方 但高台县有旅游的地方吗 那现在知道了 不是 他是在嘉与官 他是在嘉与官做的 喊出来的 那他就是要做主的 这是在嘉与官 所以我昨天节目说 我说这是 这是王沪宁安排的 因为这样的照片 是领袖的照片 是独霸天下的照片 这是天下第一官 对吧 其他人都轰一边 这是他照相 要的是这个镜头 这是 这是后来了 这是后来了 这是嘉与官 所以这里面 对不起 这个目的 就是塑造王者的目的 那塑造王者 在嘉与官 被人家喊出 总书记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是对应的 就在我眼睛里 就是死磕了 而就在他喊万岁的同时 林郑月娥在香港说 已死的概念 这些跟大家讲 这都是他们做出来 而我们对应的是在 推背图上 我们回到报道中 登完嘉与官 登完嘉与官 去的高台线 中共红军 西路军纪念碑 和镇王烈士公墓 送了花圈 西路军是早年 中共红军主力 领导人张国焘 跟毛泽东 意见不合分裂 然后拉着队伍奔西进 被国民党军围堵 近三万人 几乎全军覆没 这是我们看到 西路军 其实就是原来的 红军叫 第四方面军 他讲他是 其实是当时红军的主力 2.18万人 他最多的时候 我看不同的解释 最多的时候 他高达了七万多人 他应该是 当时红军最主要的力量 毛泽东 红军最主要力量 但是呢 他的实际控制权 却在张国焘手里 他的前线的总指挥 是徐向前 这是前后的故事 在整个过程中 张国焘一直跟毛泽东 发生了很大的冲突 毛泽东这一侧呢 所谓中央红军呢 包括周恩来 伯古等一些人 而张国焘呢 是由他自己相对比较独立的 所以屡屡跟毛泽东 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以至于到后来 张国焘曾经发出了通缉力 通缉毛泽东 周恩来 伯古 大概七八个人 这是所谓的红四方面军 后来红四方面军就改了 改叫西路军 等叫西路军的时候 他的兵力已经相对比较小弱了 叫西路军的时候 好像是张国焘已经跟毛泽东 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就已经开始就干了 你杀了我 我杀了你 中间又经历过 中间又经历 包括尊医会议 包括这个西安事变 经历了西安事变之后 大概在一九三七年吧 大概是 他当时出现的故事就是 张国焘又跟徐向前之间 发生了很大冲突 他们之间的意见一直不统一 以至于张国焘一直想往西 后来结果 而徐向前又听中央指挥 听毛泽东指挥 又要往东 所以就在甘肃这一带呢 就是拉锯了 他这里写了 他本来是想占领甘肃跟宁夏 但中共中央战略意图 随后屡屡变更 西路军进退失据 加上指挥事务装备落后 没有群众基础 所以五个月后 西路军大部分被马家军歼灭 他这些细节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意思可讲了 大概就是这么个故事 大概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份 他的最主力的就是 西路军最主力的部队叫第五军 大概是 在被马家军完全歼灭 后来他又持续了几个月 主要是剩下就是徐向前 剩下了几个月 然后就基本就全完蛋了 他讲西征的主要目标是控制闪甘宁和西走廊 跟苏联交界的声明线 打通跟苏军的之间故事 但西路军孤立作战 最终失败 西路军的失败在中共党内影响巨大 张国焘跟他的势力受到重创 张国焘完全被派出出去 次年从延安出走 跟中共决裂 在这个过程中 西路军完全败落之后 那徐向前返回了延安 那张国焘后来就完了 所以这是 因为西路军当时的 在就是他的他的实力太高 太大 在在整个红军当中 所以我就不明白 我说实话 真不明白怎么习近平是在这个时候去看 时间点 8月19号 他去完墨高窟 应对了跟那件事情了断 就是他的佛缘了断 然后8月20号 他去了嘉玉关 要做嘉玉关天下第一关 他要做天下第一王 真的 不开玩笑 所以这是我认为是王沪宁安排的 为他在10月1号的所谓70周年的庆典 要塑造他自己直接相关 在嘉玉关被人喊出了 总书记万岁 共产党万岁 然后他就去了 这是高太县 西路军的第五军 完被打败的地方 就是高台县 我一会看有没有啊 跟大家分享 他去了高台县 而西路军却是分裂党中央 在分裂党中央之后 在中共中央的指挥下 被马家军全军覆没 全军歼灭 马家军是什么 你现在电脑就厉害 马家军是当地的势力 这里 这里 这里不是马军人的 马家军又有三马之分 他实际是三大家族 然后也有叫西北三马 也叫西北五马 西北三马是一个说法 西北五马是一个说法 马家军处在清末时期 这就是他讲的比较细了 他有点就像那种军阀的概念一样 是家族的概念 马家军势力最大 将近十万人大概 记得他说八九万人十万人 他是回民来的 回汇 回汇 马家军应对了 当他去看西路军的时候 应对了现在习近平自己 在新疆的政策 所以这是一种天意了 而这个天意都在应对着什么话呢 应对着方德始终这句话 所以他在我眼睛里为什么说他死了呢 他自己完全走死了呢 就跟他去文殊菩萨的道场有关 大概就这么故事了 被马家军杀了 西路军被马家军杀了 而他刚才 而刚才他偏偏去了这个马场 我们回到这看 他偏偏去了马场 上面 叫做季先烈 对吧 关明胜 灯长城 季先烈 看马场 他为什么要去马场 这是很有趣的 关明胜 这是 摩高窟 灯长城 家喻关 季先烈 高台县 这是西路军丸 被毁掉的地方 关马场 八家军 最后去他殿的地方 珊瑚万岁 命该如此 八月二十号 加起来二十八 四个七 命该如此 这是我们基本能够 基本上能够看到的故事 在后来 你可以看到 我们昨天节目登出来之后 新华社加了很多新闻 习近平考察 途中临时下车 向群众致意 二十二连 都是这个消息 穿过河西走廊 十四个小时 两天前 习近平走进高台 高台县 为地区指明方向 高台县 贫困县 实际就是西路军 完结的地方 习近平自编自导 总书记万岁 一天前 来到了高田县 来到了高田县 沾染 沾染 西路军 两天前 我为什么这么说 我说的意思就是 我们节目中讲了 总书记万岁 他说叫 这个人讲的 说他是自导自演 我不认为 我认为是 王沪宁 为他塑造的一切 也有人说 他在目前的这种状况下 他为什么这么闲情意志 他脑子里什么都没有 他只有自己称帝的想法 给大家补充一点点资料 文书菩萨 不忘初心 莫高窟的第61窟 讲的是这故事 对吧 那我们不用重复了 不忘初心方德始终 华言经 入法 借品 那我不懂啊 叫 善才 童子 如何如何 佛门 我讲说这意思 就是为了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习近平用了这句话 那为什么习近平在今天 在中共建政98年 那在5月13号之后算过来 2019年5月13号算过来 第98天 他去了文书菩萨 刚才叫什么 文书菩 文书庙 文书菩是文书 文书道场 他去了莫高窟 他的目的是这个 他想去看看那地方 看看那个他自己心目中的佛缘 但其实在现实的环境中 在真正他的行为中 他把这件事情了断了 了断了什么 从2017年的 10月18号的 19大的不忘初心 方德始终 到今 这一今 到昨天 19 前天 19号 8月19号 2019年 8月19号 他去了莫高窟 这是一个阶段 完全走完了 我没算过多少天啊 我可没算多少天 没没 我只是说的这想的这 这个事情一定是完结的过程 佛缘结束 方德始终结束 不忘初心结束 结束的第二天 他就是 马家军把西路军咔嚓 他去纪念了 而他的 而西路军的咔嚓的原因 是中共中央屡屡屡犯错 屡屡犯错 叫什么 不尽要尽 什么 不可说 欲尽不尽 不可说 推背图的 那句话 共产党死了 共产党完全没有了 那习近平会怎么样 实在他个人的事情 他作为总书记 今天走到绝处 所以总书记万岁 就是死了 总书记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对等的西路军 对等的马家军 对等的一切的完结 你可以这么说 习近平西巡 他叫习近平西巡 天灭中共 叫什么 收官 就在暗天署的过程中 终结了 而香港应该是非常安全的留下来的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